日本政府不顾一些国家的反对 将已处理核废水排入太平洋 让辅导渔业形象和生意再次跌入谷底 面对中国大动作抵制 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在巡视东京丰州批发市场后承诺 当局会制定措施拯救渔业 更誓言会处理中国对日本水产的禁令 他也重申 中方的抵制行动毫无科学根据 岸田文雄除了清零批发市场 为业者信心喊话 也大口咀嚼来自福岛的章鱼 还边品尝边点头表示美味 不过可见 渔业批发市场的人潮并不多 实际上 岸田文雄昨天才率领部分阁员 当众吃下来自福岛的海产生鱼片 他更在大快朵以后对海产赞不绝口 希望借此挽回各界对日本海鲜的信心 格雷权的水晶 下来自我的产生鱼片 安然等于日前 ��本都可以读为 早速天下来自越好 由来自越好 当次世界的海鲜 nave